今天我们给大家讲一个幽灵船 1872年12月4日 加拿大的货船德·格莱西亚号 这艘船的船长戴维·摩尔豪斯 在他的船上突然看见了一艘 瞒目漂流的船只 摩尔豪斯船长认识这艘船 这艘船是比他早八天离开纽约的 玛丽·塞斯特的好货船 这艘船上呢 专载了约1700桶工业酒精 记住1700桶这个数字 待会儿要考 其实玛丽·塞斯特号 整个航行生涯里面 运气是十分糟糕 它最初的注册名字叫做亚马逊号 1861年下水 它的处女航是从加拿大的 辛斯克社省运送货物到伦敦 这个处女航简直是磨难重重 还没有出发的时候 这艘船的船长就病死了 之后呢 这艘船就由新船长的带领出发了 亚马逊号就开始了它的处女岸 但是在缅英州东港海岸 又与一个捕鱼设备相撞了 经过简单的修整以后 继续航行 横跨了大西安之后呢 在英吉利海峡转成了另一艘船 6年之后1867年10月份 亚马逊号在一场风暴中被吹上了岸 它搁浅了 这个时候呢 它主人实在忍无可忍只能抛售了这艘船 这艘船因此呢就被拍卖了 最终经过几次拍卖以后啊 它又被一个新的船主买到 几年之后修复并重新命名为了马力赛斯特号 当摩尔豪斯船长发现这艘船漂流在大西安山的时候啊 摩尔豪斯船长对马力赛斯特号的过去是一无所知的 但是如果他知道马力赛斯特号 他过去的悲剧啊 他一定不会想着上船的 他仔细的就端详这个马力赛斯特号 他发现马力赛斯特号仍然在移动 但是呢 他的风帆看起来非常奇怪 摩尔船长就认识了 这件事情不太对劲 他应该认识这个船的船长啊 船员的吧 他认识 摩尔船长就改变了韩项 决定去调查马力赛斯特号 当德格莱西亚号的成员登上马力赛斯特号的时候 他发现这艘船上一个人都没有 船上的乘客和船员都修饰了 我想说是修饰了 因为船上没有火灾的痕迹 没有暴力或者打斗的痕迹 也没有格斗的痕迹 只是船上的帆和帆锁 因为没有人围抑 情况显得有点糟糕 而且呢 主货餐的砖泻口 盖子还是盖子好好的 也没有被盗 货品都还完整的在此 没有少 可以说没有少 所以肯定就排出了海盗袭击的可能性了 船上有两个排水泵被人拆走了一个 虽然如此 但是这艘船仍然可以完全适合在海上航行 唯一不见了的重要东西呢 就是救生艇 船上的食物和水也足够维持六个月 然后船上的大部分文件都不见了 但是这个地方要提醒各位 船上的航海日志还在 而且 对 航海日志非常重要 待会我们会讲 而且航海日志写到了 11月25号上午8点 也就是大概10天前 最后日志上记录 马利塞斯特号正在航行在圣玛利亚岛附近 这个圣玛利亚岛 有9个火山组成的群岛 并且呢 这个岛并不是在 那个马利塞斯特号的韩线上 他怎么去那了呢 哎 这就不知道了 当摩尔豪斯和他的船员 发现马利塞斯特号的时候 他已经向东 漂移了750公里了 马利塞斯特号上的10个船员都消失了 包括本届名斯普纳布里格斯船长 和他的妻子萨拉 还有他两岁的女儿索菲亚 还有其他7名船员 从此这10个人再也没有出现在这个世界上过 布里格斯船长是这艘船的股东之一 他其实也是所有者 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船长 他挑选自己船员都是选一流的水手 所以说为啥刚才说摩尔船长其实也熟 跟船上的水手也熟 这些水手都是在这个海洋上飘荡了好多年的一流水手 训练有素而且经验丰富 那么船员去哪了呢 10个人又是如何消失呢 这个问题就出来了对吧 对 这个问题很快就出现在了全球各地的报纸和书籍当中了 但是首先我们还是讲摩尔豪斯船长 在发现马利塞斯特号啊 船长摩尔豪斯就决定将其航行到约1100公里外的直布罗陀 这样呢他可以要求打捞费 打捞费是国际海事法的一个非常古老的部分 他规定任何帮助打捞救助船只或货物的人 船主应该按其货物价值给予其报酬 所以他决定打捞 而且根据马利塞斯特号上面宰的东西来说 报酬应该是非常丰富的 在这种情况下 德格莱西埃号上的摩尔豪斯船长啊 救了马利塞斯特号 并自行冒险把他驶回了安全的地方 就是为了打捞费了 这个不用说肯定就是为了打捞费了 当船到达直布罗陀的时候 船只立马就被单局给扣留了 这事呢很快就闹到了法庭上 法庭上有人认为布里格斯船长和他的家人 还有船员的失踪啊 不是失踪 是谋杀 是谋杀 因为他们在船上发现了一些斧头留下的痕迹 还有在船上的船长的舰上也发现了一些污点 这些污点被认为是血迹 这部罗陀的司法部长就认为船员单天啊 就是10月25号单天 在船餐里喝醉了酒 酒头哪来的呢 就是那些工业酒精 喝工业酒精 对 他就觉得船员喝那些工业酒精 死了吧 但是为啥说是他杀了所有人 就是因为喝了以后产生了这个 对身体有害嘛 就产生了幻觉 所以呢船员就在醉酒和狂乱中杀死了布里格斯船长和他的家人 所以失踪案就这么来的 然后船员中毒就死了 那尸体呢 尸体解释了 对 这是什么脑洞 但是这个推测也不是空穴来风 就是刚才我们说船员上攒了1700桶工业酒精 对不对 其中有9桶工业酒精 空了 喝了9桶 还有力气杀人 10个人喝了9桶 10个人包含一个2岁的小朋友 我估计就几个船员能够喝 绝对有问题 所以这个推测 大东西人都不信 一方面这个推测肯定是漏洞百出的 另一方面 经过调查马利塞斯特号上没有任何可疑的打斗和斗殴的痕迹出现 所以这个推测很快就被推翻了 三个月以后 单军因为没有充足的证据 就示范了摩尔船长 还有他的船员们 单军判定 摩尔船长和他的船员们一共能得到8000美金的打捞酬劳 但是相对于马利塞斯特号上面的货物的价值来说 几乎是一文不值的8000美金 但是这个官司却引发了他和他手下杀死马利塞斯特号上人的谣言 说就是你 摩尔豪斯船长 就是你杀了马利塞斯特号上的10个人 看上去啊 这个摩尔豪斯杀死马利塞斯特号上的人 这个还比较可信一点 因为这样呢 他们就可以把这艘船救援回来骗去打捞费了 但是这一指控也未得到认可 原因就是没有达到痕迹 另外有关于是摩尔豪斯谋杀这10个人的船员则认为 布里格斯船长和摩尔豪斯船长是朋友 他们俩呢 合谋策划了这次事件 目的呢 并不仅仅是为了打捞赔偿 还为了货物的保险费 但是呢 这也有个问题 保险金并不会给到摩尔豪斯船长 是给到货主和给到船主的 第二个是 如果 也就是说 如果布里格斯船长不露面的话 摩尔豪斯是拿不到保险金的 所以这条猜测 几乎也就是空穴来风了 然后 接下来的几十年啊 关于马利塞斯特号上发生了什么的故事 就反复的被讲述和夸大了 在1883年的时候 洛杉矶时报 发表了一篇报道 称啊 这艘船被发现的时候 状况良好 装备齐全 厨房里的炉子里 烧的饭 火正在燃烧 餐桌上的晚餐 干干凉下来 航海日志也跟进到了 船被发现的前一个小时 洛杉矶时报怎么说的这么栩栩如生呢 为什么过了一多年之后还能够说的这么栩栩 他们猜的我跟你讲 我也怀疑是猜的吧 他们猜的 其实就是为了 现在我们说为了流量 那会儿为了发行量 对 第二年 有人邀请了柯南道尔 没错 你们就是猜的没错 就是那个写福尔摩斯的柯南道尔 这下只有一个 那是柯南 那不是道尔 差不多 他写了一篇基于马里赛斯的号的短篇小说 这篇小说啊 虚构了很多东西 而且写的更加玄乎了 因为凭借柯南道尔的想象力 你们可以想象的 虽然说这个故事的内容 基于马里赛斯的号 很多人却认为 这篇小说上描述的很多东西 就是马里赛斯的号上发现的真事 那可能有一粉丝就会认为它是真的 对 很多人就认为这件事情 柯南道尔写的就是真的 所以有很多关于马里赛斯的号的 各种诡异奇异的传说 基本上这些内容啊 都是来源于洛杉矶时报和柯南道尔 但是问题是 1872年11月25号这一天 马里赛斯的号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根据我们频道的习惯 我们要来猜一猜 我就整理了几个比较靠谱的情况 让我们来看看第一个比较靠谱的情况 请记住这是一个比较靠谱的情况 布里格斯和他的家人呢 还有他的床员 被外星人掳走啊 这是我想的第一个可能性 是啊 毕竟外星人负责建造金子塔 还制造麦天怪圈 还刺杀了肯尼迪等等等等 玩家一传人根本不在话下 对 另一个猜测呢就是马里赛斯的号遭遇了海上龙卷风 也就是我们说的海龙卷 那没有破坏和船体 它遭遇的海龙卷并不足以破坏到这船 但是可以把人搞造 不是 是这样的 海龙卷呢会造成周围的气温降低 同时呢还会造成一种情况 使船上水泵里的水倒流 这种情况呢会使船员误认为 船里已经大量进水了 我们的船要沉了 船长这个时候就会误以为说 我们的船有沉没的危险 他可能就在这个时候选择了 在还能看到陆地的时候起船而去 这就很合理了对吧 那酒桶酒精呢 不解释这个 说法不解释这种酒桶酒精 我们忽略它 另外呢 在后来的人调查中发现啊 其实这酒桶酒精空桶 这九个空桶有所不同 这九个空桶呢 是用红橡木做的 而其他的木桶呢 则是用白橡木做的 不熟悉的人可能觉得 这俩没啥区别 但其实区别很大 红橡木啊 比白橡木透气性更好 哦 钻发更快 对 有可能就是因为 酒精在红橡木桶里边 挥发成气体以后 又挥发到船餐里边 让整个船餐充满了酒精气体 所以才促使布里格斯船长呢 做出讨 气件的那个决定的 嗯 但是反对者也提出啊 这个船上没有发生任何 烧镯的痕迹和烧焦的痕迹 那么说明船没有爆炸 嗯 他们也不应该跳船 这个事情呢 我们来说另一个研究啊 就是到2006年 就是到2006年 林伦敦大学的安德烈塞勒斯博士 就进行了一项研究 嗯 他研究是这样的 他用纸做了玛丽塞斯特号的模型 嗯 然后呢 用钉丸来替代酒精 嗯 这个时候呢 钉丸烟雾 充斥在整个模型船里面 嗯 一迷惑 发生了爆炸 嗯 而奇迹发生了 这是一次大规模的爆炸 但是爆炸完以后 没有燃烧 燃烧 没有烧痕 请注意啊 这个模型是用纸做的 没有燃烧 对 没有燃烧 没有烧痕 嗯 根据塞勒斯的实验啊 被囚禁在船舱内部的气体 会造成一种压力波式的爆炸 嗯 它可以推开船的前后餐门 嗯 但是不会引起大量的燃烧 嗯 温度呢 不会立马上升到燃点 嗯 所以只坐的船啊 还保留的完整 嗯 不会有很多的烧痕 甚至不会有烧痕 嗯 所以很有可能是什么呢 这酒桶酒精已经挥发了 充斥在船餐里面 嗯 然后遇到明火 发生了爆炸 嗯 所以呢 他们决定进行疏散 和逃离 这样呢 就导致马利塞斯特号上面 船员都坐船逃走了 但是马利塞斯特号 往好无所 嗯 看上去啊 这是一个最符合科学的解释啊 嗯 对吧 但是有些东西还没有办法解释 嗯 布里格斯船长 抛可以抛起他的船 嗯 但是他绝对不敢抛起他的航海日志 嗯 航海日志 对于海上航行的船舶来说 不仅仅是一本日志 而且是一个法定的文件 他到达一个港口啊 港口主管或者管理单局 都会对船只的航海日志进行检查的 在十九世纪啊 船长宁可丢了性命 也不会丢下航海日志的 他收入了一部分文件 对不对 嗯 刚才说是他丢了一部分文件 嗯 但是日志却留下了 这是很不合产理的 对 所以我们反复研究下来啊 嗯 最有可能让人相信的方法 也是毫无破绽的方法 外星人 对 反正今天啊 我们是不可能弄明白 马力赛斯特号上面的人 到底发生了什么 嗯 但是我们知道那艘船还发生了什么 马力赛斯特号不是到赶了吗 对 嗯 这艘船的船员神秘失踪之后啊 马力赛斯特号还在继续航行 嗯 单直布鲁托的审判结束以后啊 马力赛斯特号又按原计划 航行到了意大利热南亚 嗯 又从热南亚把货物 新的货物 嗯 运满了纽约 嗯 但是呢 马力赛斯特号到达纽约的时候 船上发生的这些事情啊 已经是传遍大街小巷了 没有人想和马力赛斯特号上 扯上任何关系 然后他就变成了一个景点 最后啊 这个船主只能以一个相当低的价格 把马力赛斯特号卖掉 又有些人接手了这艘船 嗯 没有改名 还是叫做马力赛斯特号 嗯 但是呢 这艘船一直在亏损 没有人愿意给这艘船货 嗯 到1879年的时候啊 单直船长又生病了 嗯 但是呢 这艘船在圣赫勒拿湾附近 嗯 所以呢 就到圣赫勒拿湾去寻找医疗帮助 嗯 结果呢 船长还是病死在 圣赫勒拿湾 又病死于肉 有毒 嗯 就是 总而言之啊 拆了吧 拆了吧 放弃 关键他的悲剧还没完 还没完 还没完 就是 到现在啊 马力赛斯特号已经亲眼目睹了 经历了三个船长的失试啊 啊 三个啊 嗯 嗯 就有很多人觉得马力赛斯特号被诅咒了 嗯 肯定会有人这么认为 又过了六年 嗯 马力赛斯特号的运气依然没有任何改善 嗯 但是单时这艘船的船主叫帕克 嗯 他也是这艘船的船长 嗯 因为亏损了很多年了 他很绝望 就与单时的一群不法删人密谋 最终啊 想捞一笔 嗯 他们把一些没有什么重要价值的货物啊 嗯 抓满了马力赛斯号 并投了三万英半的保险 嗯 这三万英半相当于今天的八十五万英半 之后呢 故意让马力赛斯号在海地附近搁浅 嗯 并且呢 撞毁了他 保险公司很快就调查 揭露着这一诈骗案 帕克船长和他同伙就在波士顿啊 因合谋实施保险欺诈 而遭到审判 帕克呢 还被指控啊 故意抛弃一艘船 这是一种被称为Berrytree的罪行 嗯 在过去啊 Berrytree这种罪行是可以判处死刑的 非常严重的一种罪行 虽然如此 但是帕克还是被示范了 他没有被判死刑 不过呢 因此呢 他声名拦极 最终死于贫困 嗯 在他被示范后三个月 和他一起被被告 作为被告的一个人 疯了 另一个人自杀 到此啊 玛丽塞斯特号的事故 或者故事 才全部结束 因为他已经毁掉了 毁掉了 我讲完这个故事 我跟你讲呀 我的体会啊 玛丽塞斯特号根本不是一艘幽灵船 至少他不是一个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幽灵船 他是一艘被诅咒之船 这种诅咒之船 比幽灵船杀山力大多了 对啊 你看害死了多少人 对 又死又伤又失踪 对啊 而且我还有一个疑问 就是为什么没有人去那个岛上去看一看他们